这是他老公 我是他老公 大家好 我是阿伟 我是燕子 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要开公司了 其实我们从2021年 我们正式做线上的家访 一路走来今年已经第四个年头了 怎么说 怎么说就是我们这四年的话 也成长了很多 也收获了很多 也学习到很多 但是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对 真正的离不开大家的支持 这次我们把我们的产业扩大了 正式走上轨道来了 正式正如进轨 然后也是我们一个好朋友的加入 然后我们把它扩大了 然后我们好朋友等会就马上到了 相信大家应该都认识 都猜到了是谁了 我带朋友们一起去参观一下 我们的新公司新厂房 对 走吧 走吧 先去看 好了我们现在过去 辛苦了辛苦了 哎呀哎呀哎呀 要干了400多公里啊 420公里 nice nice bada 哎 用包下 你不担了 好了朋友们我们现在六个人呢 又再次会合了啊 再次会合了啊 在我们的公司 对吧 南通 南通 嗯 好我们现在上去 go 走 哇今天这衣服太时尚了啊 哈哈哈哈 我以为在哪里干了活过来呢 哈哈哈哈 下心 好了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公司的楼上了 我们现在再次跟朋友们介绍一下 这个公司呢是我和大头好兄弟我们俩一起创办的啊 对 好了现在由我们带大家判断一下 刚刚上来呢是从那个楼梯那边走上来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超大的一个货级 我们说小马车那些运货呀都是从这个面子上来的啊 对 然后旁边呢 他这边呢就是一个财务室 你叫 我还你 啊 我还你 我还你 财务室啊 然后在财务室旁边呢 这边那些呢就是面上非常的大啊 这边呢就是呃 阳宫的公司阳宫的办公室 是团队的办公室啊 里面客服啊一些都在这里面 就这样的 非常的大啊 设计啊在这里 然后这个大头说的呃 这个阳宫办公室一定要大一点 这样呢 阳宫在这里办公呢 稍微舒服一点 对对对 看起来一点 看起来一点 对对对对 嗯 好来来你们看一下这边 老板我们的办公室啊 我们的办公室呢 没有搞太大啊 比较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常常在外面啊 也不常呆 不常呆的 太大太浪费了啊 然后在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对异室 你看 非常的长啊 这样一台做起来 这样子 然后look look 哦 然后动脑子 动脑子 哈哈哈哈 好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办公室的对面 就是这个展厅 有一个超大的展厅啊 因为我们呢 这是不只是做这个线上啊 因为我们还要做那个线上 线上大家来参观啊 就是参观啊 参观就是选品啊之类的 就是说 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展厅 到时候展示场品 哎呀 这样子对 参观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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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看一下里面特别特别大 到时候这两边呢都会放很多很多的床 每一个床上呢展示一个床品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之后呢有很多很多的新品啊 有好多很多 还有这边看一下 然后这边看到没有也是非常大的 这边呢是展厅啊 然后接着过来这边呢就是那个我们的一个仓储中心 就是我们以后生产的新品啊 生产的品啊 还有就是那个原料啊 那个区域呢去兑换原料 还有一些 然后以后还有设备啊 一些东西啊 还有那个区啊 然后这一台呢都是货架 到时候就是兑换那个我们生产的那个品种 这样子 打招呼 哈喽 妹妹啊妹夫啊 我们在外面这段时间呢 然后妹妹妹夫他们呢在这里就是负责这个监工 或者装修在家里面啊 好了我赶紧出去吧 吃起来在里面那个气味还是有点大 朋友们啊怎么样 参观完我们的新厂房 是不是比以前大了很多哈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 线上开始做那个船上用品加房啊 21年 22年 23年 24年 今年第4年了 对 第一年呢我们是在家里面啊 然后呢生意特别好 我们就花了一个大一点的仓库啊 结果呢又嫌小 后来我们就咬咬咬 再坏 结果又第二年又嫌小 每一次都是超乎自己的预想嘛 对 因为就是我们此间做的越久啊 传出去可别传出去 所以说每一年呢就会超乎你的预想 就会越来越好嘛 然后这次呢因为大头小头的加入嘛 所以呢我们一拍即合就一下搞了一个超级大的啊 应该应该不会再嫌小了 应该是啊 如果再嫌小的话 那是真的又超乎预想了 那希望我们越做越好啊 是这样的 因为牵扯到了装修展厅了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做大一点了 否则的话到时候再搬的话就浪费了 是吧 所以就这个意思啊 我和彦子真的没做自媒体之前呢 我们也做了很多年的那个家访生意啊 老粉里面都知道 老粉都知道啊 但没有做这么大 对 没有做这么大 对对对 所以说这次搞这么大的厂房呢 也是我和彦子人生当中第一次啊 心里也是不知道 又高兴啊 对 然后又有点紧张 对紧张 真的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啊 这种心理 当然 坚信就是越做越好 因为我们是做品质的 很坚信 所以说我坚信一定会越做越好 是吧 当然紧张是肯定是紧张的 真心话良心话啊 然后还有 其实我们每年都紧张 每年都紧张的 我们到21年到现在几年的纪念了 但是我们每年都很紧张 对对对 哈哈哈 就是说 不忘初心 脚踏实体 电池做好好产品 对吧 这样的话才会越走越宽嘛 对 是吧 越走越好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好朋友大头小头啊 他们呢 大家老粉都知道 我们从19年就 就在印度认识的 后呢 我们回国之后呢 我们在成都 待了一个多月啊 玩了一个多月 然后后来我们又一起自驾游 玩了几个月啊 20年对 一起床车自驾游 当时就怎么说呢 叫相见恨晚啊 每天晚上就是 露营在外面聊到两三点 如果她是个女的话 燕摘吃醋了是吧 就这样的 然后后来那几年呢 我们就是虽然她在国外拍视频 我在国内啊 然后有时候回来呢 我们会相聚成都 相聚安徽相聚哪里啊 我们会一起经常在一起聚的玩 然后有时候停更那段时间呢 就是因为和大头小的在一起玩啊 为什么不拍视频呢 因为我们互相啊 就是在对方镜头 就是感觉很拘束 对很拘束 对自己镜头就很自信 对然后二伟哥来来来拍视频 我就哎就站那边 我都很拘谨 很拘谨对 然后他在我镜头里也是 感觉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是就所以这有人没拍视频 就放开的在一起玩 对吧 就那样子的啊 那我们这么多年下来呢 我们也在一起就是玩了 大家呢 也就是志同道合 三观一致啊 所以说那我们决定了一起创业 对 好美今天很紧张 很紧张 拿手机的手都要抖 很紧张 对 真的 就这样的 所以呢 大家 谢谢谢谢大家的多年对我们的支持 对支持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前几年到现在 包括现在啊 就是坚持要做做一点实验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不管去改造手缘 或者我们以后去国外旅行啊 房车旅行啊 有个产业支撑着我们 不这样的话才会走得更远 对吧 否则的话 啥梦想啥去旅行啊 都是空谈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嘛 嗯 嗯 大家为我们一起加油吧 哈哈哈 感谢大家啊 嗯 好了 那多的也不说了 今天有点紧张 也准备了好多话 也就说不出来了 想不出来了 然后好了 今天大头小头朋友 还有那个卡卡苏玛呀 来我们江苏南通了啊 帮他带他们吃一下 我们当地特色地道的南通菜啊 对 好了 慢吃吧 我们现在卡苏南通卡苏 南通卡苏 My home 卡苏 家乡人 Yes OK 卡卡 This my 妹妹 S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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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花 S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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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哈哈哈 来 来干一个 来 F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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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好兄弟 都在可乐里啊 嗯 干干了 下次 哈哈哈 多吃点啊 燕子 嗯 吃饱一点啊 嗯 长胖一点啊 嗯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好了朋友们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家了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们 我们接下来的 发展 接下来的 规划 对吧 呃 我一直说的嘛 人生在于折腾 在于不断的去经历 不断的成长啊 我和燕子呢 以前也经历了很多很多 这次这个经历呢 对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的 高度啊 嗯 对 对我们来说还是有点紧张的 嗯 不过也不用多想了 反正方向是对的嘛 对吧 嗯 夫妻 齐心 哈哈哈 洗力断金啊 老婆 为了美好的生活啊 加油 加油 做完哈 今天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啊 感谢大家的观看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忙碌了啊 就这样吧 拜拜 拜拜 下期视频见